大家好,欢迎来到幸福敲门,今天来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 帮我姐给京圈太子下药后,我姐跑了,我没走成,被太子爷一把圈住。 她咬住我的耳垂,雨带威胁,宝宝也不想家里破产吧。 第二天,我忍着浑身酸痛,偷偷去见联姻对象。 结果太子爷横空出现,冷笑看我,那么火急火燎地跑走,原来是急着和我弟相亲。 我心虚地不敢抬头,再次想要逃跑。 他却闯入我的房间,将我抱到腿上,手里晃着一根羽毛。 想让我做你姐夫就算了,居然还想当我弟媳。 你说,该怎么惩罚你好呢? 傅林舟已在门框上,半眯着眼,单手擒住我的手腕。 这是想去哪儿? 我退无可退,被她逼到角落,色缩着道,我姐跑了,我去帮你把她抓回来。 我姐看上了傅林舟,专门准备了一包东西,嘱咐我,等她来后,你就把她放进傅林舟的酒里。 我留了个心眼,多问了句,这是做什么? 我姐压低声音,神秘兮兮地说,我花高价买的。 说是将两个人锁在一个房间,等药效发作,他们就会深深爱上对方。 这是什么魔幻故事? 我把它还给我姐,不是纯纯地智商税吗? 耐不住她软磨硬泡,又确认没有副作用。 我还是下进了傅林舟的酒里,顺便把她骗进了包厢。 结果,我姐根本不在包厢,她跑路了。 更离谱的是,她还被人骗了,这分明就是二十四小时无人售货店里常见的那玩意。 傅林舟眼眸失路,一口咬住我的耳垂。 我摸到了门把手,缓缓往下压。 眼看着门要开了,傅林舟背抵着门,伸手妈撒我的唇。 这是喝了多少酒? 确定还能正常出门吗? 就六瓶,可以的。 和傅林舟太近,她那张漂亮的脸在我面前墨地放大,身上的味道也格外好闻。 我感觉酒精有些上头。 此地不宜久留,我用力往外推门,想着赶紧离开。 想走啊。 傅林舟低叹一声,舌尖似有若无地擦着我的耳锅。 宝宝舍得放我一个人,自生自灭吗? 她刚刚叫我什么? 宝宝,我被这声宝宝叫晕了头。 心虚道,不然我去看看哪有解药,帮你买回来。 傅林舟一手将我圈在怀里,嗓音带着蛊惑,那宝宝尽管走吧。 如果只有这句话,我就走了。 天天她还补充了一句,如果宝宝不想家里破产的话。 我的脑子瞬间炸开,真想狠狠扇自己几个巴掌。 我也是昏了头,才帮我解干这种事。 得罪谁不好,居然得罪京圈太子。 我慢慢把手从门坝上抽回,转过头来满脸笑容,不想破产。 我想当大小姐,求求你答应我吧。 唇瓣落下一片柔软的雪,轻烈的酒香萦绕在彼此交织的呼吸之间。 傅林舟将我按在沙发上,看你表现。 她根本不是看我表现,她是在自己表现。 整整三个小时,我就像一艘船,置身于波涛汹涌的大海中,一遍遍浮浮沉沉。 睁眼的时候,天已经亮了。 傅林舟睡得很熟,人鱼线漂亮分明,排列整齐的腹肌晃花了我的眼。 我视线上移,落在她脖梗上,那里的点点痕迹让我生生打了个寒颤。 我火速穿好衣服,捏手捏脚地逃离现场,给我姐打了个电话。 姐,我有个事得和你说。 瞧瞧,我也有事要说,你先说吧。 我犹豫着忐忑地开了口,就,昨天晚上,你跑走后,我和傅林渊,你懂吧? 电话那头蛙的一声,听得我头皮发麻。 啊,乔和你也太牛了吧,那可是京圈太子。 怎么样,你们确定关系了吗? 哦,对了,我昨晚看上了个大帅哥,已经不喜欢傅林渊了,你可以放心冲。 感情这就是他中途跑路的原因。 确定什么,傅林渊不把我杀了,就很好了。 我现在只求别再看见他。 我回家化了个妆,和我爸妈去了观和庄园。 家里给我安排了个联姻对象,我爸千叮万主,说对方家大业大,让我一定不要得罪。 就算不满意,至少也先见个面,给对方个面子。 到了庄园,一个漂亮阿姨迎了上来,和我爸妈寒暄起来。 不知怎地,我总感觉他和傅林舟有几分相像。 跟着他们往前走,路过篮球场,阿姨朝那边喊,人都到了,还不赶紧过来。 有个穿白T的男生抱着篮球小跑过来,细碎的刘海肆意散在额前,灰色胃裤上的抽绳轻轻晃动。 我有些愣神,重重揉了揉眼睛,再抬眼向他看去。 怎么回事,我今天看谁都像傅林舟? 他朝我伸出手,瞧同学,你好,我是陈寒川。 我木讷地和他握手。 用晚餐时,我爸妈和沈阿姨喋喋不休地聊起来。 陈寒川坐在我对面,优雅地切着牛排。 陈阿姨笑咪咪地打量我,乔和一看就是个乖孩子。 我妈赶紧接话,是啊,我们乔乔特别乖,和她那个混账姐姐截然不同。 乔乔一心扑在学习上,成绩优异,从没谈过恋爱。 她胆子也小,长这么大,连男生的手都没牵过。 昨晚傅林舟太有经历,我此刻还浑身酸痛,听见这话后脸一红,羞愧地低下了头。 就在这时,我眼前突然出现一个人影。 见鬼的,我怎么感觉自己看见傅林舟了? 我用力眨了眨眼睛,但傅林舟的身影越来越近,连带着她轻烈的声音传了过来。 抱歉,堵车,来晚了。 可能是我的表情太过惊恐,陈寒川疑惑地问我,我哥很吓人吗? 我爸也察觉出我的不对劲,你们认识。 傅林舟,认识。 我,不认识。 我爸皱眉,什么情况? 我赶紧改了口,堆了满脸的笑,之前不认识,现在算是认识了。 陈阿姨贴心地安抚我,瞧瞧别怕,林舟是面冷心热的人,其实很好相处的。 她还和傅林舟介绍我,这是乔和,寒川的相亲对象。 我握着叉子的手一抖,傅林舟不和她家人坐在一起,反而拉了把椅子在我身边坐下, 慢条丝里地问,哦,相亲对象? 是啊,陈阿姨的话真的很多,我看乔乔挺喜欢寒川的,刚才看见寒川时还愣了好一会儿呢。 我为什么愣住? 还不是因为昨晚和你大儿子睡了,今天又来和你二儿子相亲? 陈阿姨突然皱眉,看着傅林舟的脖子,又盯住了她手臂上的抓痕。 这是怎么回事? 傅林舟并不作答,反而似笑非笑地看向了我,骨节分明的手轻轻划着自己的脖梗。 怎么回事,这就要问问乔和同学了。 五双眼睛齐齐望向了我,我吓得快从座位上弹起来了。 问我做什么?难道要我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是我把她啃成这样的吗? 就是给我三百个胆子,我也不敢啊。 我妈问我,瞧瞧,这是怎么回事? 我集中生智,傅同学猜到我是学医的。 傅同学,您脖子上的伤痕是毛细血管出血导致。 不过出血量不大,过几天就能自行恢复。 好歹算是蒙混过关了。 傅林舟不置可否,似笑非笑地逆着我。 陈阿姨很快将注意力重新放回了我和沈寒川身上。 寒川也没找过对象,平时就喜欢游游泳,捋个游。 好像就是你们口中说的那个,清纯难大,巧了。 我姐除了短暂地对傅林舟上头之外,谈过十二个弟弟。 感觉陈寒川很符合我姐的口味。 回头可以把他俩介绍在一起。 于是我拿出手机,把微信的二维码打开。 要不然加个好友。 陈寒川很有礼貌地过来加我。 我今天穿着我妈准备的高跟鞋,有点抹脚后跟。 一时间没有站稳,陈寒川眼疾手快地扶住了我的手。 陈阿姨笑着道,年轻人就是多交流好。 阿姨瞧你们两个就很般配,腿上突然一疼。 傅林舟面上文质彬彬,却在桌布的遮掩下将手搁在我的腿上,重重地按了一下。 昨晚她发现了我的敏感处,一个晚上都乐此不疲。 我浑身一个机灵,强自忍下来,尽量让面色如常,随后挪了挪椅子,想要离她远一点。 林舟,你那么凶地看你弟媳做什么,都把人家吓到了。 傅林舟淡淡扫了我一眼,也往我这偏了偏,手稳稳地落在我的裙板上。 地媳,现在还不是,未来就是了。 陈阿姨不愧是傅林舟的亲妈,每说一句话,傅林舟的脸色都黑了一分。 这个得问问乔和同学的意思吧。 她转头看我,语气依旧很淡,手上的力气却不减。 乔和同学,你对我弟弟有意思。 我想立刻否认,结果手机屏幕亮了起来。 对面陈寒川给我发来了一条消息,快说对我有意思,求求你了,要不然我又要被拉去相亲了。 最后还发了一个小猫表情包。 我抬头,看见他满脸祈求,卑微又可怜。 傅林舟的声音响在耳侧。 乔和同学,怎么不回答? 我不知道自己造了什么孽,居然摊上这对兄弟。 临行前,我爸妈还嘱咐我,一定不要得罪人家。 可我爸妈没和我说,京圈太子和京圈二皇子势必要得罪一个,应该怎么选。 一个目光带刺,一个目露哀求,我一个头两个大。 哦,对了,我爸妈还说,就算对人家没意思,也不能明着说,至少不能当面说。 于是,我吸了口气,磨棱两可。 二皇,陈同学挺好的。 陈寒川立刻给我发了一个小狗表情包。 谢谢,陈阿姨笑得眉眼弯弯,和傅林舟愉悦时的神情几乎一模一样。 看看,我就说嘛。 我看人很准的。 画节在这里就好了,偏偏陈寒川立刻补充了剧,那我和乔和同学先相处一段时间试试看。 还要相处,我可对一门两兄弟这种剧情毫无兴趣。 我给陈寒川发了条消息。 你在搞什么? 还要相处? 相处什么? 怎么相处? 陈寒川很淡定。 骗骗他们,回头就说相处不来。 长辈们有说有笑,我也没再多说什么。 就是傅林舟看我的眼神很不友善,像是要把我生吞活泼了。 他的叉子掉在了地上。 他借着剪叉子的契机,狠狠地捏了把我的脚踝。 我的红色高跟鞋被他弄得脱了脚。 我弯腰想穿好鞋子,他却掀我一步,一手扶住我的脚踝,一手为我穿鞋。 还不忘压低声音和我说,怎么这么不小心,高跟鞋都掉了。 对了,宝宝的手被人碰过,有点脏了。 等下记得去洗手哦。 他语气平静,不知为何,我却听出了一丝咬牙切齿的意味。 傅林州家的庄园真的很豪华,洗手间都装修得像宫殿一样。 头顶是琉璃吊灯,脚下是细纹大理石瓷砖,洗手、洗浴和厕所还是分开的。 我洗干净了手,准备回餐厅,才刚出门,忽然被人擒住手腕。 傅林州将我拉了进去,把我压在化妆台的镜子前。 宝宝,胆子很大呀。 当着我的面和别的男人暧昧,真当我是吃素的。 我从没认为京圈太子是吃素的。 我做过最错的一件事,就是帮我解下药,惹上了他。 傅林州冷笑着看我,没谈过恋爱是吧? 没牵过男生的首饰吧? 乔和,你倒是会立人设呀。 昨天晚上是谁叫了一夜,还夸我能干。 我垂下了头,小声曲曲,在爸妈面前谁不立个乖乖女人设呀。 除了我姐。 显然,傅林州并不想听我解释。 我弟挺好的是吧?准备相处一下是吧? 想作想其人之福,兄弟一起来是吧? 救命,他好凶啊。 我害怕的一句话都不敢说。 乔和,你这是真想啊? 连解释都不解释。 傅林州难以置信地看着我,攥住我的手就要我往外面走。 不陪你演了,现在就去你爸妈面前把我们昨晚的事情说出来。 我吓得眼泪都流出来了,拉着他的衣服求他。 求你了,别说。 我爸妈要是知道我给你下药,非把我的腿打断了不可。 就算我欠你一个人情,好不好。 傅林州这才松开了我的手。 他有些粗暴地帮我擦眼泪,擦着擦着就亲了上来。 傅林州的吻记很好,很快就将我的所有感官都调动起来。 我一时没控制住,一声低吟一出,随后死死咬住嘴唇,不敢再发出第二声。 谁知傅林州却很高兴。 宝宝,再叫一声,好不好。 我不肯叫,他就细细碎碎地吻着我。 好不容易找到空档,我抓住傅林州的袖子,气喘吁吁地提醒他,你弟还在等着我们一起吃饭呢。 一阵静默之后,傅林州冷哼一声。 这种时候,你还敢提他。 随即天旋地转,我被他调了个方向,压在了梳妆台上。 傅林州掰正我的脸,让我直视镜子里。 宝宝,好好看看。 我看见镜子里的女孩泪光盈盈,被人按住后腰狠狠亲吻,就像是在惩罚。 直到电话响起,陈阿姨催促,她才将我松开。 我唇色练艳,眼眶微红,腿还快骂了。 傅林州满意地笑了笑,饿了吗? 走吧,去吃饭。 陈阿姨她们已经等很久了。 我爸皱眉问我,不是说去洗手吗? 怎么这么久才回来? 傅林州难得好心地帮我解释,我刚好碰见桥河,就带她一起回来。 但我也不怎么来庄团,迷了路。 我爸没再说什么。 吃饭的时候,我的心绪还没平稳下来。 昨晚那样效果应该不会持续这么久吧? 看傅林州今天人模人样,也不像是中药了。 可我怎么感觉,傅林州看,我的眼神充满了侵略性,满满都是占有欲。 我的心突然疯狂跳动了起来,她不会喜欢我吧? 整顿饭我都吃得心不在焉。 面上一片正常,餐桌底下,傅林州的腿蹭着我的,与我撕磨。 好不容易吃完了,我准备和爸妈回家。 结果陈阿姨热情邀请我们在庄园度假,至少要住一晚,再走。 爸妈装模作样地推举了一下。 陈阿姨又说,刚好也可以让两个孩子培养感情。 这下爸妈不推脱了,答应今晚住下来。 能继续看见傅林州,不知为何,我心里隐隐有些雀跃。 陈阿姨拉着我爸妈去打麻将。 三缺一,她瞄准了傅林州。 林州,你过来一起打。 对了,瞧瞧,花园里还有个恒温游泳池,等下让寒川带你去。 那边备了几十套新泳衣,你随便拿。 傅林州哼了一声,不打,我要去游泳。 陈阿姨不满地看她,人家年纪相仿,刚好借机独处。 你瞎凑什么热闹,想老牛吃嫩草啊。 我今晚就想游泳。 那你开车去外面泳池呗。 傅林州并不理她,转身就走。 陈阿姨想了想,突然反应了过来,悄悄拉住我的手。 瞧瞧,你可别被林州骗了。 见我面露疑惑之色,她耐心地和我解释,林州虽然长得帅,但是她花心啊。 你是不知道,她三天两头换女朋友,最长都不超过一个月。 她对感情一向不投入,走个过场,逆了就分,再换个新的。 陈阿姨的话,让我刚燃起的一点心火,呼得暗了下去,渐渐熄灭。 原来不是喜欢,只是一时兴起啊。 我听说你有个姐姐,混迹情场,男朋友换得比衣服还勤。 她倒是和林州挺配的,回头两个人要是结婚,还可以立个协议,各玩各的,互不干涉。 我想说晚了,我姐已经不好赴林州这口了。 陈阿姨把我交给陈寒川,我跟着她一起去泳池。 到那边时,赴林州已经换好了泳裤。 则,背脊块状分明,腹肌线条紧致,精瘦的公狗腰像是夺命的弯刀。 这是想勾引谁?反正我是绝不会多看一眼。 我撇开视线,问陈寒川,听阿姨说,你在学校是游泳队的,还拿过自由泳金牌。 对,想学自由泳吗? 我可以教你。 我点头,很愉快地和沈寒川达成了一致。 泳池有专人管理,里面放了各式各样的泳衣。 我随便选了一条背心款换上,简单冲了一下,就下了水。 陈寒川和傅林州都在泳池里。 傅林州半撑起身,短发滴着水,水珠从鹅角滑到下河,又落在他线条流畅的腹肌上。 乔和,过来。 他朝我招手,我只当没听见,往陈寒川身边游去。 傅林州一脸难以置信地看着我。 陈寒川挑了挑眉,乔和同学,我怎么感觉你和我哥之前有点什么呢? 错觉。 陈寒川轻轻一笑,清俊地眉眼弯起,可是他看我那个眼神,像是要我吃了,哎。 我好怕哦。 陈寒川说着害怕,可是语气里隐隐有些兴奋。 他开始教我自由泳,手掌心要向后。 他给我示范,又纠正我的错误姿势,你得这样。 推水要推到底,把手臂推直。 陈寒川很耐心地教导我。 不知什么时候,傅林州已经到了旁边。 他盯着我们,雨气很冷,像是脆了腊月的雪。 陈寒川,你在做什么? 陈寒川朝他勾了勾唇,煞有介事地反问,叫他游泳啊。 哥,你看不出来吗? 不用你,我来教。 陈寒川埋头教我,乔和,你得用肩部运动发力,背部肌肉带动肩膀转动。 然后,像是才听见傅林州的话,什么? 你来教? 哥,你是自由泳冠军吗? 哦,我记得你不是吧? 那还是我专业点,你别交错,耽误了人家。 眼看着傅林州的面色越来越阴沉,他依然懵懂天真。 哥,你脸色怎么这么差? 这毕竟是我的相亲对象,你教他不合适吧。 傅林州终于忍无可忍。 这他妈是你的相亲对象。 你好好给老子看清楚,这是你嫂子。 沉默,沉默是今晚的泳池。 四下安静的落针可闻,陈寒川突然嘀嘀地笑了起来。 啊? 嫂子? 哥,你在做梦吗? 他朝我眨了眨眼睛。 乔和,你是我嫂子吗? 我眼观鼻,鼻观心,不是。 陈寒川耸了耸肩。 哥,这可怪不得我。 人家乔和都说不是了。 傅林州脸上的表情很微妙。 他直勾勾地望着我,浑身湿漉漉的,眼神黑润润的, 就像一只被雨淋湿,被人抛弃,随时准备咬人的狗狗。 傅林州没再说话,就在离我和沈寒川几不远的地方待着。 游个自由泳,换个洋泳, 再变成蝶泳,时不时展示一下他的身材。 八块腹肌排列得整整齐齐,人鱼线缓缓往下延伸。 陈寒川在我耳边滴雨。 你看看他,像不像一只花孔雀? 泽泽,这是在求偶呢? 我看了一眼,平平无奇,不过如此。 然后偷偷瞟了好几眼。 还别说,傅林州虽然是个渣男, 但这脸蛋,这身段,确实有当渣男的资本。 自由泳资是勉勉强强学会了, 天边起了闪电,我有些累,没多久就上岸换洗。 洗过头发后,我在梳妆间准备吹干。 门口传来三声叩门声。 谁? 傅林州的声音响了起来,是我。 开门,进来帮你吹头发。 不等我拒绝,门外陈寒川就笑吟吟地说道, 吹什么头发。 哥,你一边凉快去。 我开了吹风机,不知道后续他们说了什么。 只是出门的时候,陈寒川的头发乱糟糟的, 像是被人蹂躏过。 不得不说,陈阿姨真的很会享受。 这边打完麻将游玩泳, 那边他就安排了按摩。 按摩间分三人一间和两人一间。 我爸妈和沈阿姨在一个包间, 陈寒川则和我在一间。 傅林州听了这安排后, 一脸迷惑,我呢? 陈阿姨给他使了个眼色, 你自己随便找一间呗。 最后,傅林州真的自己开了一间, 不过他拉上了我爸陪着。 和上门之前,他用警告的眼神盯着陈寒川。 知道了知道了,陈寒川飞快和上了门。 我闭着眼睛听音乐, 在一番推拿之下, 浑身的疲惫都缓解了, 腰也没那么酸了。 就在我放松的时候, 陈寒川突然悠悠开口。 我割脖子上的草莓, 是你留下吧。 我猛地睁开眼睛, 嘴巴比脑子更快, 你怎么知道? 你们俩之间波涛暗涌, 太明显了好吗? 陈寒川笑嘻嘻地看着我, 其实晚饭前, 我也去了烫洗手间。 门没关门时, 我看见你俩在里面接吻。 我很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那你刚才怎么还装得什么都不知道, 在傅林州面前教我游泳。 我哥从小就压我一头, 我想看他吃瘪。 陈寒川挠了挠自己的头, 叹了口气, 结果我刚被他揍了一顿。 随后他突然严肃起来, 正色道,不过说真的, 我哥其实挺好的, 可以做对象。 怎么和沈阿姨的口径不一样? 我妈热衷于给人介绍对象。 我哥像我这么大的时候, 一天到晚被安排相亲, 他实在烦得受不了, 和我妈说了这事。 我妈只当他是害羞, 继续一个劲地给他塞。 我哥就在我妈面前 立了个渣男人设。 我妈总不能把人家姑娘 往火坑里送吧, 后来就消停了。 我思考了一下 陈寒川这番话的可信性。 昨天晚上, 第一次的时候, 他好像, 确实, 比较生涩, 也的确, 有点, 迅速, 我被浇灭的新火 又浅浅燃了起来, 我整个人都有些飘飘燃。 按摩结束后, 总算可以回房睡觉了。 我陷入柔软的大床里, 开了斩暖色调的床头灯。 窗外电闪雷鸣, 大雨滂沱而下。 心里藏了个人, 想起来时, 心跳忍不住加速, 心情也多云转晴。 突然, 一声响雷惊破天际, 灯一下子熄了。 我尝试按开关, 没有一盏灯能量。 暴雨天, 停电了。 手机只剩百分之一的电量, 看样子不能支撑多久。 在这寂静的夜里, 门把手突然转动起来。 支哑一声, 门开了。 有人捏手捏脚地进来, 还把门关上了。 黑暗中, 我看不清来人是谁, 想打开手机照一下, 结果手机自动关机了。 未知的恐惧 令我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这种有钱人的庄园 是不是很容易静强盗。 想到这里, 我紧张得手心冒汗。 眼看着人影缓缓往我床上靠近, 我抓住了一旁的硬牛皮纸巾盒。 在它即将伸手触上我的时候, 狠狠地往它脑袋一砸。 我眉杂中人, 怪我准头太差, 纸巾和扑空了。 我条件反射地钻进了被窝, 把全身上下都裹得严严实实。 床脚现了一块, 那人在床檐坐下。 一只冰凉的手探进了被子里, 直接擒住了我的腕骨。 鼻端萦绕着浅浅的木质箱。 闻到这箱, 心下烧定。 是傅林舟。 可随即, 她的话又让我的心提了起来。 宝宝, 要不要解释一下? 傅林舟语气冷薄, 比她的手更凉。 我不明所以解释什么? 饭前和我在梳妆台前接吻, 饭后和我弟在游泳池里玩乐。 昨天想让我当你姐夫, 今天又想做我弟媳。 你是不是太贪心了点? 我脑袋发闷, 实话实说, 没, 没想当你弟媳。 傅林舟喝了一声, 指腹在我手臂上轻抚, 惹起一阵战力。 没想当我弟媳。 乔和, 你还好意思说。 你在泳池的时候, 看都不看我一眼, 接着还跑去和我弟躲在一个房间里, 窃窃私语。 我快被你气疯了。 傅林舟真的是越说越生气, 直接一把掀开我的被子。 怎么? 他比我年轻, 比我嫩, 比我更讨你喜欢。 把我吃干抹净了, 转头就去找别人。 乔和, 不带你这样玩的。 很奇怪, 我明明看不见傅林舟的表情, 但是完全能想象出他此刻的模样。 眉头紧锁, 薄唇明起, 眼底蕴着薄怒。 傅林舟声音都提高了几分。 乔和, 你死定了。 一瞬间, 我脑海中浮现出千百种死法, 每一种姿势各不相同。 我的心秃秃跳了起来, 说不清楚为什么, 在紧张之余竟然有些期待。 结果下一秒, 有什么东西落在我的脖子上? 轻且柔, 却带起一阵痒异。 那东西顺着我的脖子下滑, 落在锁骨处。 我浑身颤抖得厉害, 忍了很久, 实在没忍住, 咯咯笑了起来。 喘得上气不接下气, 傅林舟不知从哪里顺了一根羽毛, 居然挠我痒痒。 太子爷发脾气的方式这么特别吗? 偏偏我真的很怕痒, 一边躲一边笑, 嘴上是笑兮兮的, 心里是忧怨的。 前面话放得那么狠, 临门一脚, 居然是挠人痒痒。 求你, 我真受不了这个。 我揪着被子打滚, 傅林舟伸手抓住了我的脚踝, 任我怎么扑腾也不肯松手。 宝宝知道错了吗? 知道了, 快点停手。 傅林舟停手的时候, 我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 他钻进了我的被窝里。 里面空间逼则, 两个人紧紧挨着, 彼此的呼吸声 在一片寂静之中, 格外明显。 傅林舟的唇 就停在我鼻尖不到三寸的地方, 我神志能感觉到 他的喉结在缓缓滑动。 傅林舟? 嗯, 身体比脑子反应更快, 我仰起身子凑了上去, 在他唇上点了一下。 傅林舟没有躲避, 也没有反馈。 两久, 他突然哑着嗓子问我, 宝宝, 你是不是也喜欢我? 傅林舟, 什么事也? 傅林舟想了想, 很认真地对我说, 就是我喜欢你。 傅林舟是我学长, 我读大一的时候, 他已经大四了。 第一次见他, 是在狼人杀的局里。 他被室友喊来凑数, 完全不会玩桌游。 不知道是不是他手气有问题, 把把都抽到狼。 抽到狼就算了, 他实在不会装狼, 每次都能露线。 那时, 我不知道他是京圈太子爷, 只把他当普通同学对待。 我抽到女巫就读他, 抽到猎人就开他, 抽到平民还票他。 傅林舟的游戏体验感很差, 我有些不好意思, 加了他的微信, 说下次再约。 当然, 没有下次, 傅林舟此后再也没有出现在桌游局里。 但他有时会跟着室友和我们实验室一块聚餐, 我们也算是认识。 也是上次聚餐的时候, 他被我姐一眼相中。 听见傅林舟回忆起这时, 我莫名其妙, 你不会在第一次玩桌游的时候, 就喜欢上我了吧。 傅林舟摇头, 你想多了。 当那晚回去, 我看见你在为宿舍楼下的流浪猫。 你坐在十四舍的台阶上, 一边喊他咪咪, 一边给他顺毛。 我还记得那是一只三花猫, 特别漂亮。 你和他一块玩了半个小时, 台阶上还有一盏路灯, 昏黄的灯光刚好照在你的身上。 你和他玩了多久, 我就在旁边看了多久。 那天你的侧脸很明媚, 也很温柔。 我有些惊讶, 那你常跑来和我们实验室一块吃饭, 其实是因为我。 傅林舟挑眉, 要不然呢? 糟糕, 心跳得更快了。 被窝里的温度在不停升高。 他突然把头埋在我的肩窝里, 松松软软的头发, 轻轻蹭着我的脸颊。 宝宝, 和我在一起, 好不好? 浑身血液直冲上脑。 我想了很久, 想不出一个拒绝的原因。 反正还年轻, 谈谈恋爱, 有什么不可以。 于是我伸手缓缓缓住他精瘦的腰。 好, 傅林舟将我抱到腿上, 他的吻赤热滚烫, 落在我的脸上发烧。 就在千钧一发的时候, 敲门声响了。 乔和, 停电了, 你还好吗? 是陈寒川的声音。 傅林舟捂住我的嘴, 不让我发出一丁点声音。 陈寒川又说, 已经让人去准备发电机了。 我这边有备用灯, 你需要吗? 我回答不了他。 傅林舟直接用嘴将我的话 堵得严严实实。 你是不是怕黑呀? 怎么不说话? 陈寒川似乎有些担心。 傅林舟又伸手捂住我的耳朵, 他好过躁。 别听他, 听我就好。 陈寒川又等了一会, 见我没有回答, 在门口自言自语。 奇怪, 电话没接, 也不说话, 什么情况? 要不然, 喊乔和妈妈过来看看。 他犹豫了一下, 问我, 乔和, 你没事吧? 不说话的话, 我去找你妈妈。 傅林舟实在忍无可忍, 冷冷地吐出了一个字, 滚。 门口静了一瞬, 陈寒川的声音明显带着震惊。 天哪, 这么刺激的吗? 他像只快乐小狗一样, 朝着门缝说, 得令。 终于转身就走。 我游过勇之后, 浑身乏力, 使不上一点劲。 傅林舟却像是天赋一柄, 明明在水里闹腾了那么久, 这会儿的经历竟然不比昨天差。 第二天碰见陈寒川, 他的眼神在我和傅林舟之间挑来挑去。 陈阿姨嘱咐他把我送回学校, 他指了指傅林舟, 我哥顺路, 哥去送。 陈阿姨露出一脸恨铁不成钢的表情。 自那以后, 陈阿姨三天两头给我发消息。 三句话, 不离陈寒川。 我礼貌地表达了, 自己和沈寒川适合当朋友的意愿。 陈阿姨有些失落, 说陈寒川真不争气, 都不能让我当他儿媳。 我很想告诉他, 他的公式套错了, 其实结果没错。 我和他的大儿子在一起了, 但我不打算太早让陈阿姨和我爸妈知道, 想着等稳定下来再说。 结果事与愿违就算了, 还违得离谱。 在我生日这天, 傅林舟神秘兮兮地说, 要带我去一个地方。 他开车, 带我到了山顶。 漫天烟花在我眼前绽开, 滑出绚烂的弧度, 又像流星般四散开来。 整片天空亮如白昼, 烟火为笔触, 天幕作画布, 将盛大描绘得淋漓尽致。 山顶上渐渐来了不少人, 还有人开始直播。 我和傅林舟坐在树下欣赏烟火, 彼此都没有在意这些人。 宝宝, 我买了艘邮轮送你。 傅林舟在我耳边低声说, 等你放暑假的时候, 我们出海玩吧。 他将高脚杯递给我, 我们碰了个杯, 饮下香槟。 烟花渐渐收尾, 忘了是谁先主动, 等反应过来时, 耳旁冲盈着滴滴答答的吻声。 傅林舟, 你在干什么? 这声音格外突兀, 惊得我们停住了动作。 傅林舟转头, 看见陈阿姨一脸震惊地出现在我们面前。 我吓得立刻松开了手。 居然是真的。 陈阿姨满脸不可置信。 刚刚看直播, 说有人给对象放了一碗的烟花。 我本来想滑过去, 一扫之下发现那男的像你, 女生像乔乔。 他指着我们, 手都在颤抖, 居然真是你们。 陈阿姨眉头伸锁, 满面怒容, 怎么会这样? 看这样子, 陈阿姨好像很反对我和傅林舟在一起。 他气得不行, 一跺脚, 直接朝我走来。 不会是要给我甩钱让我离开傅林舟吧? 我还在思考他会给多少钱, 结果陈阿姨伸手把我拉到身后, 一副互独自的模样。 瞧瞧, 你太天真单纯了, 怎么就被他骗了? 我不是和你说了吗? 他是个渣男, 老坏女朋友。 你这么好的女孩, 可别和他在一起。 哎呀, 都是我的错, 我当初就不应该介绍你们认识。 是我对不起你, 我也对不起你妈。 陈阿姨一边说, 一边掏出手机。 我得给你妈妈打电话, 给她道个歉。 我一定不能让林舟祸害到你身上。 傅林舟一脸疑问。 眼看陈阿姨真拨了电话, 傅林舟再也忍不住, 抢过手机按了挂断键。 妈, 你别闹了。 我都单身二十几年了, 好不容易铁树开花一次, 你还要拆散我的姻缘。 陈阿姨明显和她不在一个频道上。 你之前明明和我说, 你换了很多女朋友。 你别以为我像乔乔那么好骗, 我可是你妈。 傅林舟给陈阿姨解释其中的误会。 陈阿姨听完之后, 姜姓姜姨, 只问了我, 瞧瞧, 你喜欢林舟吗? 得到我肯定的答复后, 陈阿姨叹了口气, 一脸苦大愁深地盯着傅林舟。 那我就先相信你吧。 你要是敢扎瞧瞧, 我一定要你好看。 那晚, 我和傅林舟对外公开了恋情。 我爸妈比陈阿姨淡定很多, 全世界只有陈阿姨一个惆怅的不行。 可能是傅林舟在她那里建立的渣男人设 太深入人心了。 她整日觉得傅林舟会扎我。 为了提前补偿我, 陈阿姨天天给我送东西。 今天送个包, 明天送双鞋, 后天送个不动产。 傅林舟问她, 你送完了? 我送什么? 陈阿姨更觉得她有问题了。 你连送东西都不愿意多想, 还说真的爱瞧瞧。 傅林舟表示不想和她沟通。 陈阿姨兴致勃勃地拉着我的手, 瞧瞧, 今天店里上了几款新包, 我带你去买。 傅林舟紧紧揽着我, 我的宝宝, 我自己会带。 我敏纯笑了起来, 忽然觉得, 好像这样的误会也还不错。 我敏纫笑。 好